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社会呢 我相信很多人除了喜欢看电视看电影之外 看综艺节目 追综艺也是娱乐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那么您喜欢的综艺节目是什么样的呢 是当年的政大综艺 综艺大观那种风格的 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啊 这就是街舞呀 中国新说唱等等 的确啊 我们现在的综艺节目是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以前还经常说各个电视台没有钱去制作综艺节目 好像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如今只要你打开电视或者是网络综艺 就能看到那么多的明星全部到了各个电视台 要不然呢 就是在电视上介绍自己的这个恋爱的过程 要不然呢 就是体验式的去做一件事情 让这个摄像机从头到尾去拍着 无论是快综艺 竞技类的 或者是慢综艺 进入式的那种享受型的 都有很多的人喜欢去看 但是今天啊 我想介绍一些不是那么流行的慢综艺 文艺类的综艺节目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期节目呢 其实有两点原因 一方面呢 是因为刚刚过去的2020疫情的影响 我相信很多朋友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里的 昨天看到一个统计啊 说在中国的影视院线当中啊 70%本来排档的电影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没有上映 所以啊 我本来想做2020的一些好电影回顾 后来一想不成 因为我自己看过的电影就是屈指可数 基本没怎么进电影院 而至于电视剧呢 以后有时间可以慢慢跟大家说 我就发现啊 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宅在家里看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那这些综艺节目有的看完之后呢 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受启发 很喜欢 而有些看完呢 觉得明明是挺无聊的 但是大家看的时候跟着一乐也是开心的一件事 之后呢 可能就忘掉了 到底什么样的综艺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感受 是有意思的呢 今天我就来推荐那么两三部的冷门 但是却良心制作的好综艺 当然顺便呢 我也要吐槽一下 吐槽那些流量很高 看的很多 甚至我自己也全看了 但看完之后还是忍不住 想要说到说到的综艺节目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吧 我要和您说到的第一个综艺呢 叫做国家宝藏 国家宝藏啊 是由央视和故宫一起强强联手打造 由中央电视台来播出的一档 它们叫做文博探索类的综艺节目 是一个文化类的综艺节目 它在豆瓣上的评分特别的高 那么在最近我看到啊 虽然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的一档综艺节目 但是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已经到了第三季了 那么最新的这一季呢 在2020年的时候 目前看到的豆瓣评分 是高达9.5分的好成绩 通常我们说到故宫里面的东西 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 很多大家都会觉得是枯燥的 考古的人才会喜欢看的 那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结合到一起呢 那国家宝藏这个节目 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好 我今天就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它不仅仅啊 把这个中国的一些国宝籍的文物 通过电视节目介绍给了大家 而且融合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手段 比如什么音乐剧啊 舞台剧啊 还有一些民族乐器演奏的形式 让整个的国宝就活了起来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看了一部最新的这个国家宝藏的一集 其中讲到的是秦始皇兵马俑 就特别的有意思 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他们的呈现是这样子的 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会把这个看过的这些好的综艺 它的大概内容是怎么去演的 怎么去介绍的 先介绍给大家 然后呢再和大家说 为什么好看 原因在哪 或者这个不喜欢看 吐槽的点在哪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国家宝藏的这个主场景 因为有钱啊 然后整个画面做的就特别的漂亮 整个现场的气势灰红 再加上他们所有的这些国宝籍的东西的这个 原出处地啊 我们的这些首宝人都能够到现场去的 比如说讲到文成公主的时候 然后杨子呢 她是一个护宝人嘛 她就可以到这个布达拉宫里面去 讲到秦兵马俑的时候 就可以下到这个兵马俑的坑里 大家要知道 这可是我们一般人不可能享受到的这个待遇 那因为是央视的节目嘛 所以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 那这也是他们能够好看的 第一点主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沈唐 沈唐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喜剧人 但这次呢 他也做了一个宝物的守护者 他呢 守护的是秦始皇兵马俑 他的扮相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和这个秦勇没有什么落差的 基本上我们说 中国人的这个男子的脸啊 和这个兵马俑当中 都能够找出一个壮脸的人 我为什么说这个剧好看呢 这个节目好看呢 其实不单单是因为 他有很多这个知识的内容 而且也有趣味性 如果以前要说这个中国男子的这个脸的长相 你一定想不到他和哪些汉字是有关的 那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呢 我才发现 哎 原来啊这个脸呢 在中国古代的汉字当中都已经有说明了 在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当中 也都是能看到的 要不相信的话 下次你到了这个西安林童的这个兵马俑当中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国字脸 什么叫油字脸 什么叫用字脸 什么叫田字脸 每一个人的脸型啊 都可以对应的壮脸的找到一个兵马俑的身上 那在他的节目当中呢 除了有非常有趣的这个演员 扮演一些这个国宝的前世的故事 唯唯到来就告诉大家这件国宝是怎么诞生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今生的故事 这个也是我特别感动的一部分 剧组呢做的特别用心 他比如说介绍到秦勇这集吧 他除了介绍到这个兵马俑的一些典故之外呢 还会告诉我们啊 现代一个人和他的关系 那就是他的今生的一个守护者 像我们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摄影师 他是专职去拍这个秦手航兵马俑的 那么说到这呢 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兵马俑里面是不能打灯拍照的 而所有的兵马俑呢 他们要制作一个身份证 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的照片 那这就要专业摄影师去专门蹲坑的拍照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全部都是用自然光去拍摄的 所以摄影师非常不容易 他们要等一个合适的光落在某个兵马俑的身上 那个角度正好合适的时候才能拍下来 有的时候为了一张照片 甚至要等一年的时间 而这个讲述人也特别饱含深情的说 每一次他去拍摄的时候都会沐浴更衣 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和2000年以前的 自己的祖先面对面去交流的一个过程 然后当这个阳光照射到他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忽然觉得他是有生命的 我在听到这集讲述的时候 自己身上那个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觉得他真的听了以后 好像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下次再到兵马俑里面去感受的时候 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那除了有这个感人的故事之外呢 还有一点也特别有趣呢 他其中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 比如像在这次讲兵马俑的时候 最主要呢就讲到了一个贵士武士俑 那秦始皇兵马俑的这个坑下呢 很多都是1米8到1米9的这个站式俑 而这种蹲着的叫做贵士俑的 并不是很多 那如果要说到完好无损的话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大部分都要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 那很难得呢这个是非常完整的一尊 那么还有很多有趣的点在哪呢 说这个陕西省的这个车牌 就是比如说陕A00284 那个车牌上呢有一个水印的logo 而这个logo呢就是贵士武士俑 所以啊大家可能不知道 如果不讲的话没发现 您如果中国国内有朋友的话 可以看看像四川的车牌的logo呢 是大熊猫 云南的logo呢是大象 陕西的这个logo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贵士武士俑 那这些故事呢我都是从哪听到的 都是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所听到学到的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让自己的孩子看看的话 不单单有很多趣味性的内容 而且有很多的知识点相结合 那这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除了这一期以外呢 还有一期讲到这个文成公主 也是特别的感人 那在这个前世的故事当中呢 杨子演员杨子啊 他扮演的是这个文成公主 讲的是他进葬的这个故事 就挺感人的 那到了今生呢 还有一位这个学者 这位学者的名字叫做张廷方老师 他和自己的丈夫 因为他是一个北京人嘛 他嫁了一个这个西藏 当年在中央师范大学学习的学生 后来这两个人呢 因为爱情结合之后呢 一起从北京到了这个西藏 进行教学工作 他们联手整个创立起了西藏大学 所以在讲述当中就讲了他们三四十年 在西藏生活的故事 你知道一个北京女孩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了西藏之后 这不是就跟现代的这种文成公主的故事 是一样的吗 总之听了之后呢 我也是觉得哎呀 又是有受教育 又是觉得特别的感动 然后整个又很好看 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是我今天说到的第一个好看的冷门综艺 不对 我说冷门的话可能不太确切 相信很多朋友也听过国家宝藏 但有可能你听过没有看过 我是实实在在的把看过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如果您觉得有兴趣的话 不妨周末的时候看一下国家宝藏 讲完了这个我们抓紧时间 再来说另外一个也算是比较冷门的这个 嗯这个好像有点流量了 但为什么我要介绍它呢 因为这是一个跟声音有关的综艺节目 我个人特别喜欢也推荐给大家 它的名字叫做声林奇迹 说到声林奇迹这个节目呢 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比较熟悉的 它是2018年由这个湖南卫视开设的一档 原创的声音敬眼秀的节目 我喜欢这档节目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是一个从大学没毕业 就进入到电台做主持人的一个出身经历 所以我对于声音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 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你会发现演员在演戏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并不追求声音 他们用的是配音 甚至不是自己的声音 用的是其他人的配音 所以前两年啊 我在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 就听到这个精心吐槽 说现在的演艺圈啊 很多的演员都是数字小姐 什么叫数字小姐呢 就是她在跟你对戏的时候 如果不是她自己的镜头的话 她不会去背台词的 她只说1234567 7654321 然后让后期的演员去自己把这个嘴型对上 就有的这个后期配音演员吐槽 说本来那么十几个字 二十个字的台词 结果她硬是数了七八个数字过去了 这就给配音演员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难度的工作 虽然这只是一部分的问题呢 但可以反映出来一个现象 就是在现代啊 我们发现啊 中国的这个影视圈当中 存在着一个非常浮躁的现象 大家知道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声表形台 声音和声表形台和台词 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之一 而这些呢 全部都是靠自己语言传达的 如果你这一点做不好的话 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但是现在的流量小生 为了尬戏啊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去出去 在节目当中亮相 他们不会在一个剧组当中 守很长的时间去研习自己的台词 研习自己的脚本 像这次在看《生灵奇境》的时候 就要让我发现了很多宝藏级的演员 也许以前在看《流量小生》 或者是在这个只关注脸的时代 我们没有注意到 赵立新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的配音功底相当的扎实 不管是英文的 中文的 西班牙文的 甚至是意大利文的 她都可以配的非常的适合 而且整个声音非常具有表演力 不单单只是把台词说出来 她的那种感染 你即便只听她的声音 也可以跟着她的人物的情绪有波动 或者是山人泪下 或者是紧张刺激 整个都是收放自如的 那么除了她之外 我还看到了像是这个 张寒韵啊 寒雪啊 也都是表现出来了自己的这个能力 那么寒雪曾经有一度 一个人来配八个角色 大家看到了什么海绵宝宝呀 还有这个小猪佩奇呀 那种卡通她能配 然后需要很大肺活量 歇斯底里去喊的那种角色 她也可以配 还有很多清蒙的角色 可以说啊能够看到一个演员的变化 而非常可惜的是 这些演员的这个优势呢 在影视剧当中 你可能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 或者他们并没有被送到大众的眼前 也是这个身临其境的节目 让我们看到了默默无闻 好好演戏的这些演员们 在舞台上发光的这一刻 所以在这个前半段的时间里 推荐了这样的两部好看的综艺节目给大家 《国家宝藏》和《生临其境》 稍后的时间啊 我们就要吐槽一个综艺节目了 说的也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是吐槽它 但真的是从头到尾全部都看了 哪个节目呢 稍后广告之后回来和您说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一文志 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综艺节目 刚才介绍了两个都是综艺节目当中的良心制作 算得上是这个冷门清流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综艺节目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直接上来就吐吧 这个节目呢叫做演员请就位 演员请就位呢 是2019年由腾讯视频而出品的一档 这个演员的竞技类节目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看 因为它的咖位都太大了 它是有四个导师 导演做导师来选演员的一个节目 那么演员呢有40位 它有几种这样不同的划分 比如说它有一些过气的明星 还有一些呢是曾经有流量的 比如说像是黄毅这样子的 还有很多呢是演戏演得很好 但一直默默无闻的 什么文艺片的女主角之类的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流量小生 现在当下最红的偶像剧的一些演员 也有可能是完全没演过戏的 是一些男团的成员等等 那么这40个演员呢在没有开始 进入到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被 业内的制片人评成了等级三级 分别是S级 S级代表Super就是最好的一个 超级明星的等级 然后之后呢是A级和B级 然后他们通过不同的划分呢 由这四位导演给他们进行一个 重新的定位啊排戏啊之类的 本来听起来呢好像还挺有戏的一个内容 而且这四个导演呢也都是要知名度有知名度 要作品有作品的 比如说像赵薇呢是属于青年女导演当中 近几年一直都是很有实力的 那郭敬明不用说了自带流量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电影 他的知名度都摆着呢 而尔东生作为香港导演当中啊 也算是这个当年的心不了情啊门徒啊都是很多大作品的导演 那陈凯歌就更不用说了1995年一部霸王别姬就可以奠定他在这个中国国内影坛这个怎么说呢大师级的导演的一个地位吧 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明显是很好看的 但这个节目看下来我觉得不吐不行 里面的这个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豆瓣上的评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只有五点二分 看过他的人对于他的评论只有五点二分 十分是满分呀连及格线都没打到 为什么呢 简单点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演艺圈当中的一种名利场的展现 基本上呢说实话的人是待不下来的 你不可能听到太多的实话 一方面演员之间互相呢不好意思直说 导演呢可以去说演员不好的地方 但如果某个导演给演员讲过戏之后 演员还不好的话 那怎么去批评 你是批评导演呢还是批评演员呢 有的时候啊不好把握 得罪了某个导演或者是投资方 可是不太合适的 毕竟这是一个资本裹挟的一个综艺节目 我来说这个第一点我生他的气的原因呢 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个评论人他李承儒啊半路退场的一个事情 李承儒大家都知道演过这个大腕当中一口气说了一长串的台词 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艺人 在当下呢并不是戏很多享受着自己生活的那种 那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话直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最经典的一个句子呢是在第一季的演员请就位的时候 说过一个年轻演员演戏让他看的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 那么到了第二季呢他的这个词呢又一下升级了2.0版了 他用了三个词去形容某一个演员演戏说 哎呦您演的这个戏啊让我觉得味同嚼辣 味如鸡肋如此乏味 你想想换作是哪个演员听到这样的一个评价一定是那种想找个地方钻进去的 但现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的戏不好的话 你去看看豆瓣上知乎上或者任何一个热搜的论坛上都会对于你有很大的一个批评的啊 但是如果你在电视上容不下这样子的声音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进步了 而且如果今天说你是味同嚼辣 你其实有更高的一个上升的空间 以后有更好的一个表演的机会对不对 那但是这样子的人呢在节目当中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我来先讲讲第一件 第一件可以吐槽的事情是这个发生在李成如和郭敬明之间的 那么所关联到的人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演员 他的名字叫做何长熙 那么演员请就位就最好的演员会发一个S卡的 何长熙的眼神大家能看出来是比较空洞的那种的 他基本没什么表演经验也不会演戏 最搞笑的是在这个开场之前采访的时候 人就问说你对这个演戏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你像我们如果说准备的话 如果谁问我你节目之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我可能说我要查一些资料呀 我要准备一些图片啊 我要试着先读一下去说一下 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那演员一定也是这样做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培训 或者是准备工作的 结果我们何长熙说 我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我每天都祈祷希望自己能好好演 然后给自己加油 天哪 如果天天给自己加油就能演好的话 那每个人都成影星了是不是 那话说回来呢 何长熙虽然不受像我这样子的人的喜爱 但是有导演就特别青睐他 谁呢 就是我们的小四郭敬明 郭敬明呢 算得上是一个以人的好看度 颜值来进行选拔的导演 你看小时代 你看绝技就可以发现 甭管你会不会演戏 只要你长得漂亮 我就可以把你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画面 他的电影看下来完全是这个看MV的那种感觉 那像何长熙 全程没什么演技 但是在郭敬明的眼里 这是一个可以发S卡的人 因为他未来是有无限的潜力的 所以就给他发了S卡 那李承如看了以后就实在忍不下去了 所以李承如就说了一段话 我们看看导播可以给我们找一下 那个我把这个画截图了 他说 我不知道你们导演选择的取向是什么样的 演员是该演的好呢 还是该努力的去讨导演的喜欢呢 我不喜欢这种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各种玩法 其实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导演 你到了这个节目当中 你是要选演戏演的好的演员的 而不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觉得他好看你就选他 或者是他跟你关系好就选他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说法 那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呢 这个郭敬明就出来怼他了 郭敬明很会说的 他是属于那种可以很诡辩的人 他说是这样的 他说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是请你允许它的存在 这句话其实有点政治正确 就是我可以不喜欢你的话 但是我要一定会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一点 这不是一个自由去辩论的舞台 它一定是有以这个节目的宗旨为根本的 大家一定要符合这个节目的这种宗旨和要求 为第一步的 而郭敬明的这种选演员的标本 我个人认为他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要求的 所以完了之后呢 就在这个论坛当中各种大吵大闹 郭敬明的支持者认为他说的是挺对的 认为李承如是不对的 李承如也说不过呀 这个搭了这脑袋也不吭声了 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呢 还真的不是把我们李老师赶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李承如和陈凯歌之间的这个互怼的这件事情 哇我要说到这个国内最著名的一线大导演了 而且是一个非常喜欢告人的导演 不知道我说了他之后会不会被告 如果被告的话 我节目可能就红了 来讲讲陈凯歌吧 那么其实是这样的 送走李承如的原因是因为 在他们这个节目当中啊 曾经有一度的这个编排呢 是把这个无极搬到了这个屏幕当中 搬上来之后呢 大家就讨论这个拍的好不好看 或者演的好不好看 无极大家知道 2005年陈凯歌的一个心血制作 据说他当年花了3.4亿元筹备了三年的时间 才拍成的这部电影 里面有什么谢霆锋啊张柏芝啊 还有这个日本的甄田广之 韩国的张东建 以及他自己的妻子 还有他的制作人陈宏 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制作 那么3.4亿元的这个投资本下去之后 他收回了多少呢 内地收获是不到1.9亿票房 所以你想想投资方赔的是这个底朝跌一塌糊涂 而且这部戏呢在豆瓣上的评分是5.4分 真的我自己是看不下去的一个局 而且当年他不是完了之后 就有被这个网友吐槽 然后恶搞成了这个一个馒头所引发的血案吗 当年就有陈凯歌和这个人打官司 好像那个男孩叫胡歌嘛 跟胡歌打官司的这场戏 你看15年过去了 大家可以发现啊 陈凯歌还是放不下这部戏 就是不允许任何人说吴吉不好 甚至是只要你提到吴吉这两个字 他就有点坐不住的那种感觉 那这次也是就是主持人就问这个李承如 看了这个吴吉的改编以后什么感受 那对于以前的吴吉是怎么想的 结果李承如就很实在的说 说我没看过这个吴吉 因为他的评论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陈凯歌当年的这个 霸王别姬太好了 之后呢我基本就没怎么看过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是就是受到影响 不喜欢这个戏 但是大家应该看还是挺明显的 透露出来这个意思了 那陈凯歌听了当然坐不住了 陈凯歌说了一系列的话 你知道陈凯歌是一个文化人 他坐到那非常肘的样子 然后说李承如您是一位老艺人了 他就是过着那种斗区区啊 还有那种西洋老人的那种生活 原话我没有看到是怎么说的 大家可以从字幕上看 整个的过程呢就是阴阳怪气 以气势压人 甚至还暗风李承如 不是这个评委 还说你看这个呃 成如呢是坐在那么不舒服的一个沙发上 怎么怎么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都不能跟我平起平坐的这种感觉 拿很多话来压李承如 结果呢李承如真的在这个 演员请就位的舞台上 只出现了前半程 大概出现了那么几集的时间 之后呢就被这个制作方给 不能叫赶走了吧 就是没有再继续签约做下去了 其实如果你要说陈凯歌只是这样的话 我还不至于让我吐槽他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知道 大概每个导演对自己的作品 都有那么一份爱在心里面 他可能不允许别人说 他的这个东西有多不好 我还能接受 但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通过这次的节目 让我看到了陈凯歌 有很多我认为三观不正的地方 好我们来说说 我为什么对陈凯歌 有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呢 是因为在这次的终结舞台上 他指导了一部作品 作品的名字叫做宝贝 三个人演的 一个是胡杏儿 一个是那个女孩叫什么 任敏 对任敏还有一个叫陈又为吧 他们三个人 我简单的讲一下 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关于代孕的故事 胡杏儿生不了孩子 让任敏替他来生 那么任敏呢是一个有偿代孕的身份 和自己的男朋友 因为吵架的原因 所以就去替这个胡杏儿生孩子 结果中间又反悔 跟他肚子里的孩子 产生了感情 后来呢就是这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亲情 爱情 还有这样的一些非法的 代孕的事情的这种 三个矛盾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纠葛 最夸张的点在哪呢 就是最夸张的点是 陈凯歌认为啊 所有的故事都表达的是 爱与宽容 最后这两个人就和解了 任敏替胡杏儿把孩子生了 送给胡杏儿了 然后他和自己的男朋友又重归于好 然后这个男孩呢也接受了 可以当这个孩子的爸爸 总之我看了觉得是 一头的雾水很混乱 然后最可笑的是 整个剧完了之后 他打出来一行字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 法规当中是这个 代孕是一件违法的行为 这就有点可笑了 就你已经把代孕美化成 爱与宽容 人和人都能够互相理解 但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是违法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样板 很不正确的一个宣传 但是我在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底下有很多的评论 却是理解陈凯歌的 认为说这很合理啊 有买方市场就有卖方市场 既然有人生不了孩子 那你就帮他们 愿意用自己的肚皮 去给他们生孩子 这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我是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 所以我不由自主的就会希望传达给大家一些 我认为是相对正确的一个 一个价值的观念 说到这个代孕的话题 大家知道 印度是全世界 曾经最大的一个代孕工厂 很多人在评论里面说的是 既然有买就有卖 这是正常的 这个话是不对的 有想吸毒的人想买 难道有卖吸毒的毒品的人 就是正确的吗 有这个枪支需求的需要 难道卖枪支就是正确的吗 这些都是不对的 如果说你理解成代孕是让一个女性解放的话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这是把女性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子宫 变成一个商品的过程 而她肚子里的孩子将不会是一个爱情的结晶 也不会说是和母亲相连的一种血肉 变成了一个代价而沽的商品 如果你这样去看待的话 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话说在印度的这个地方呢 代孕曾经一度非常盛行 在2000年初的时候 现在已经完全被取缔了 因为他们认为啊 印度的很多女性比较穷嘛 然后生一个孩子是美元8000元 那么很多像一些西方的国家 发达的国家 她们在这个女性需要有孩子 但是自己没办法生的时候 都会到印度去找一个年轻啊 貌美啊身体好的人 来帮她做这个代孕的工作 那时间长了下来 这些女性呢就变成一些被代孕 她可能刚开始是自愿的 但后来呢就被自己的丈夫要挟 甚至是被拐卖之后 专门把他们关到一个地方 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在全球各地 都是在讨论 甚至是取缔当中的 如果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 宣扬这样的一种 代孕可以用爱和宽容来接受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而陈凯歌呢作为一个 那么有威望的导演 你所说的话 你所来拍的东西 其实它代表着一种一种一种 你自己个人的价值观的 而这种东西去传出去的话 我觉得会让很多人 在没有建立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受到一个错误的引导 好吧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多说了 那今天吐槽的 这个第三部的综艺节目呢 就是演员请就位 其实除了演员请就位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就是张子怡他们几个做的那个 我就是演员 还是什么的 也都是五点多的这个评分 因为大部分呢 其实看不出来 真正是给那些实力演员一个舞台 而更多的呢 是资本裹挟的一种炒作 一种流量明星的一个舞台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想看也可以看看 但是不要忘了我推荐的那些文化综艺 还都是非常好看的 好今天先说这么多 明天还会有更多的好综艺 介绍给大家 我们再见啦拜拜 拜拜